講到12年 哎呀 花了12年總算 是不是在五代戰機的這個 角力場當中 中國慢慢的逼近美國 也讓美國越來越緊張 來 我們來看 解放軍的底氣嗎 2025殲20完爆美軍的亞太空優 來這是解放軍 在昨天1月11號 這個釋出的相關宣傳的 包含影片畫面等等 說殲20首飛已經12年了 12年真的好久 來央視的軍事專題 他的標題很有意思 叫做12年有他在底氣在 他是誰 他就是殲20 那我上網去搜了一下殲20相關 從他首飛 亮相 改裝 成軍 一系列的時間點 跟大家分享 來 這是在2011年的1月11號 殲2018分鐘成功首飛 所以我說1月11號對我來說意義很大 這個後面加進來的朋友大家再分享一下 2020年3年前的1月11號 這個你投給韓國瑜還是蔡英文 那去年的1月11號 111年的1月11號 是我跟大家宣布 我這個單身廣改名字的時候 然後剛剛我看有朋友留言 他們很厲害 他們說我去年1月11號宣布是禮拜三 那今年是禮拜四 這差一天而已 我不知道講這什麼意思 我只看到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2011年1月11號18分鐘成功首飛 驚豔世界 然後在2016年 珠海行長是公開亮相 到了2022年 長春航展就能夠高難度的演示 甚至加入所謂演習軍演的相關連續 再來就是2022年去年的11月 在珠海航展參展的殲20 當時已經換裝了中國自製的發動機 而且它的航電設備也是全面升級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趨於完善的五代戰鬥機了 好來 這樣一個12年有它在抵氣在 跟各位說 對台灣來說 會不會就真的是威脅呢 帶各位來看 這個香港的媒體 就根據解放軍東部戰區的這個公開新聞顯示 其實有兩支殲20的旅 很多時候都參與了台海的軍演 可是你注意到 台灣好像 我不敢說從未啦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對比 但是我的印象中好像還真沒有 是不是很少 或甚至從來沒有通報過殲20的蹤跡呢 你仔細回想一下 好像在過去台灣國防部公佈了什麼 攻擊怎樣 我大部分看到的是殲11 殲16 這個我們都轟6 然後包含這個雙尾蝎等等 我大部分看到的是這個 但我好像真沒有印象有看到殲20 那如果國防部都沒通報 是不知道還是知道不通報 那如果是不知道 港媒就分析 是不是證明啊 殲20的逆蹤性能非常好 讓台灣軍方的雷達完全無法捕捉它的蹤跡 那麼推測下來 到2025年 中國的殲20會達到500架 那這個數字呢 當然對台灣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不用500架台灣再就掛了 可是它要對標的是整個亞太地區的美軍軍力啊 我們來看喔 如果未來加上日本跟韓國還沒有交貨的F-35 那麼駐亞太的美軍裝備的F-35 大概就是100架 可是2025年末 中國的殲20可能會達到500架 那是不是這個分析都說了 美軍在亞太的五代機優勢將不復存在 或許也因為這樣 下面這個新聞非常有意思 來 解放軍的軍力大增 美軍不行了嗎 是不是把退休的戰機 拉出來繼續工作 各位 這戰機跟本人同年啊 跟本人同年啊 40歲啦 來 各位 這個新聞標題是 F-117二次就業 美軍預計要持續作為訓練專用機 直到2034年 來 F-117二次就業什麼意思呢 因為 這個 中俄都已經有了這個五代的逆蹤戰機 然後大國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呢 要把F-117給拖回來協助訓練 什麼叫拖回來呢 因為各位他其實退役很久啦 來我們來看 這個F-117夜陰逆蹤戰機 在上個世代確實很厲害 可是他真的老了 1970年研發 1983年服役啊 40歲了 2008年59架剩下的 全部都退役封存了 然後有12架還被航空博物館預定 希望送到博物館來 結果這個老Coco 現在又被拖出來 說扣掉12架 我們還有39架 要拿這種這麼老的飛機 回來當訓練用機 各位 第一個反應的是不是 美軍的這個 軍力真的是不行 連訓練機都要用這種 老舊的戰機來擔任 沒有辦法新造新的訓練機嗎 第二當然是代表 這個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在五代戰機的這個軍力成長 看起來是非常憂心 但我還是更關心委員 除了中美之間 我們都沒有通報過殲20 真的還假的 是從來沒發現過嗎 這個事情其實就發生在上個禮拜 我們國防部軍方宣布說 他們偵測到海峽中線 有多少的解放軍的軍機 在海峽中線跟西蘭空域裡面活動 它裡面國防部的新聞稿後 發布的內容只講到殲-16 還有其他的飛機 沒有提到殲-20 之前有嗎 沒有都沒有都沒提到 從來沒有過對不對 沒有 然後第二天央視就播報新聞出來 說他們有在台灣海峽做警巡 其中包括殲-20 所以真的沒有 對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的雷達系統 無法偵測到殲-20 為什麼我很肯定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我們的雷達系統 能夠偵測到殲-20的話 我跟你講蔡英文政府一定敲鑼打鼓 一定跟全世界發表爆炸性的新聞 我們台灣輕而易舉的 就偵測到解放軍所謂的逆中戰機 對 這合理 這是何等可以吹牛的一個什麼 一個成就啊 那因為偵測不到嘛 點點 結果真的有來 而且看起來是意志都有來 他沒有辦法去提出證據 說他有沒有來 那可是央視就把實體的證據告訴你 我是幾點幾分飛到哪裡去 所以你就沒話講了 那就是簡單來講證明說 殲-20真的在台灣海峽空域裡面 可以入無人之境 那這一點呢 這個台灣軍方就要很警覺 為什麼 你如果雷達偵測不到它 你的防空飛彈有什麼用啊 對啊 就沒用了嘛 你總不能說 你總不能說 你總不能說把防空飛彈 當那個機關炮一樣 亂亂打 把機關炮可以打成彈幕嘛 防空飛彈沒有辦法打成 飛彈幕 那個很貴耶 台灣也沒那麼多飛彈好打好不好 所以對於台灣的防空網 如果我們的這個防空陣地 或者是像愛國者飛彈基地 天空飛彈營 在殲-20偵測不到底下 突然之間被殲-20給殲滅了 那一點都不必意外啊 因為你就是看不到啊 那令人納悶的 我們的飛彈系統看不到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飛彈系統 比如鋪路爪 是美國人在控制的 好像美國人也沒看到 那就表示說 這個殲-20 在這個逆中的技術跟能力方面 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水平 那它裡面講的說 它2011年1月11號成功首飛 但是它實際上服役的時候 是2017年 也就是2011年到2017年 它整整還改善了六七年 那2017年全面部署 它預計的未來可能會生產700架 所以這樣一個數目的話 表示說解放軍啊 在這個西太平洋的空域裡面 有了一個絕對的優勢 有了一個絕對的優勢 那你美國說要F-35 這裡面碰到很多的問題 目前F-35在西太平洋地區 至於韓國有 那韓國還抱怨說2266 什麼200多項機械出問題啊 就是妥善力太低 不是說它沒有逆中能力 而是說我五架大概平均能夠 隨時出動只有三架 另外兩架要輪流修理 而且之前就出事啊摔摔摔在地上啊 出去回來又馬上要維修 所以對韓國很大的困擾 所以韓國媒體也自我幽默說 我們剛好買到了禮拜五下午 墨西哥工人裝配的戰鬥機 趕著下班啦 趕著下班 那日本不買F-35 注意到日本想要發展自己的F-2 但是F-2要出來的話 可能那大概六年後十年後 有得等了 所以等於西太平原地區只有美軍有 但是美軍在這方面呢 目前還是靠F-22 想要偶爾跑到日本去晃一下 因為其他的基地並沒有F-35 有的話就是在他的航空母艦上面可能有 艦載機啦 艦載機 所以不得不說這個大陸上的殲20 是真的有兩把刷子 可是不要忘記喔 大陸不只有殲20喔 他還有轟20 是 他的硬有20 20系列喔 全部都是逆中的 那這種逆中呢 他技術不會停留在原位喔 越新出來的逆中戰機 他的效果越好 然後穩定性越高 戰機這種東西喔 跟一般的飛機不太一樣 他真的是抓得這樣甩的 所以他的妥善率也好 他的各種所謂的磨損率喔 都一定要控制在相當高的範圍裡面去 要不然飛機人出席就回不來了 所以對於解放軍喔 前一段時間在圍倒演習的時候 美國的軍事網站就嚇了一跳 他說通常在演習的話 那麼多的飛機那麼多船艦 一定會有一些故障的訊息出現 因為有電子偵察機的偵察 他說竟然沒有 或者至少美軍偵察不到 他把它評估為 這是一個完美的演習 那如果是完美的演習 就會出現完美的戰爭 那戰爭的結果 就可能不是CSIS 評估那個樣子 不是他兵隊那個樣子 可能對 可能就不是那個樣子 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各位 我並不是要告訴你 中國好強喔 台灣你死定了 我住在台灣 但是中國大陸的軍力 不斷的上升 而美國確實在下降 衰退當中 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不是嗎 所以到底為什麼兩大國 一定要當敵人呢 來 這個靈魂拷問最近就出現在 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就是做兵隊那一個 有記者在上頭 就提了一個問題 這問題還沒問完 他的麥克風就被搶走了 他提了什麼問題呢 我有找到這個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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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不是很會做兵推 人家就問你啊 奇怪了 戰爭不是遊戲耶 代價對全人類 甚至地球來說很巨大 美國在反恐戰爭上 花了21兆美元 現在還要對烏克蘭花錢 我們到底學到什麼 他覺得我們共同的敵人 是氣候危機啊 不是中國啊 為什麼美國 不把錢花在真正的敵人上面 去完善這個 地球上的這一些 包含氣候 包含生態 等等的危機 而是不斷的花錢 資助戰爭呢 來 講到一半 被打斷 連續被打斷 最後麥克風直接被搶走 除了這個記者發出靈魂拷問之外 我們來看 馬上要到 我們應該還沒去啦 到這個美國去任職 這個駐美大使的澳洲前總理 這個中國同陸克文 最近呢 也有新的說法了 他說 如果美國要抗衡中國 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 那就要停止加盟友 怎麼樣 扔下公共汽車啊 大家都坐在一條船上啊 你怎麼一直把人家丟下去呢 什麼意思呢 他說美國就是一邊要求盟友 配合抵制中國 一邊又視盟友為競爭對手 要搜搜刮或收割這些盟友的財富 請你想想歐洲不就是這個例子嗎 我要你配合我抵制中國 對付俄羅斯 然後趁你經濟很弱 把你的企業通通拉來我美國 有這種事 我又要幫你賣命 賣到一半 你還邊想要砍斷我的手腳 砍斷我的手腳 又要為你賣命 我幫你對付中國跟俄羅斯 我已經很傷了 結果你還要回頭來傷我嗎 好像不是這樣吧 老師 其實這個兵推喔 我們昨天談過 但前面的殲20 沒有出現 對不對 對 老師昨天才講 因為殲20到現在為止證實有208架 208架 美國那個F22也才187架 所以他才從倉庫裡面把那個F117 也拉出來 希望F117至少能夠服役到2034年吧 那如果昨天那個兵推他自己都講 美國的這個空對地 以及空對艦的反艦飛彈 那長達可以大概設成1000公里的 他認為數量並不夠並不完整 如果這個情況還是在2026年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他覺得這個24場兵推裡面有19場是悲觀的 他完全沒有把殲20加進去 對 他如果把殲20加進去 現在已經208架了 到了2026年是多少 但是後來你剛剛講了多少 500架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算在印太地區F35 可以到150可以到200架 那你再加上這個F127 那是把全部都放在這邊來 去跟中國打個戰 不可能他是散在全世界的 所以呢 你就更了解說 這個CSIS它的這個兵推 它其實背後 我覺得相當程度是軍工複合體的 這種武器銷售的洗腦 以及這種政治的宣傳 沒錯 因為它的結論就是 你台灣要多向這個美國購買 不對稱的豪租作戰的武器 來了 布雷車 對不對 彈簧刀 五輪機 然後呢 要求日本 你必須要加強軍備預算 以及相關的這些飛彈 部署的攔截的部署 來了 岸田文雄 在他很低低支持度 要希望能夠撐過5月份的G7 所以他美國要什麼給什麼 他就承諾了 2027年 國防預算要破GDP2% 那是多少 10兆美元 10兆日元 他現在是5.2兆日元 他明年的目標 希望達成6.4兆日元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不發工債 他是用這個 所謂的抽稅 提高稅率的方式 這個人們都反對 所以呢 我是覺得今天 你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陸克文講的真的是 這個很實在的 他提醒美國 其實歐洲 有一些國家已經受不了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等一下我不知道 會不會看到的是 岸田不是去歐洲嗎 訪問G7國家嗎 他沒有去德國 對法國英國 對 他沒有去德國 對 為什麼 德國 我一直在找為什麼 歐洲的火車頭 我一直在找為什麼 沒有什麼報導 那德國呢 德國這個蕭茲 從北京回去之後 他這兩天 他的就是當然 內閣裡面 不同政黨 綠黨跟自由民主黨的 這些經濟部長 外交部長 又拿出一個新文件 這個新文件 你知道什麼 很誇張啊 他說所有到中國 去做投資 擴大投資的企業 回到德國之後 必須要做壓力測試 也需要提中程報告 這個是在德國提出 我看到 我當然不了解 他實際的這個內容是什麼 但是這個實在是有點 太過於意識形態的 因此的確確是 有一些西方的國家 美國的盟邦 在歐洲也好 在日韓也好 他們有一些人是真的 就極度的配合美國 而對中國產生很大的質疑 有一點讓我想到 就是那種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發生之前 你就看到就是說 你在整個針對一個國家 做妖魔化 或者是怎麼樣的 一個針對性的動作 特別比如說 舉例而言冷戰 其實冷戰的發生 美國後來的 這個學者的檢討是 是美國自己本身 把它給做怎麼樣的 這個認定 意識形態上認定 當然那個時候是 蘇聯也有一定的這個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最近不是新成立的 那個中國委員會 在眾議院嗎 他的那個主席事者 那個主席 38歲年輕的 共和黨的議員 叫做Mike Galligan 他很厲害 他38歲 2017年當眾議員 可是呢 他是2015年的時候 喬治成大學的博士 他的博士的問題寫什麼 他寫杜魯門與艾森豪的 冷戰策略 哇 這麼艱深啊 我的天啊 你知道 也就是說現在你看 在麥卡錫做這個議長 在眾議院成立一個 中國委員會 我相信這個中國委員會 不會是說要求拜登說 你要降追中國的關稅 你要支持這個貿易 怎麼可能 肯定要弄的啦 一定是在監督檢查 甚至這個要求要採取 更為強硬的競爭的管制 這些相關的這個法案跟政策 是不是因為 新麥卡錫主義又在出來了 他不是 他也許有一點針對美國 他特別就是針對這個中國 然後找了一個博士論文寫冷戰 杜魯門跟就是 艾森豪冷戰策略的 冷戰策略的 來搞這個辦公室 對 這個眾議員來做這個 中國委員會的這個主席 所以整個這樣子的一個建構 你看他已經走向越來越對峙 這個時候 你看陸克文到華盛頓去 我就對他有一點期待 但是當然華盛頓不會聽他的話 可是媒體上 他似乎有一些發言的空間 那我們自己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又要很清楚 就講到 那兵推沒有這個殲20 殲20這個發表這個時間點 你就剛好就告訴你這個兵推 你大概忘記 我們還有208架的殲20 而且已經成軍13年 我補充老師說的 美國想說反正我也抓不到 乾脆就不要放進來 搞不好美軍的雷達也不好發現 謝謝老師 來 這個 感謝大家的抖內 今天抖內的朋友很多 我們今天線上有差不多3萬人了 謝謝來賓 這個非常精闢的發言 來 我們謝謝明騎士 謝謝明騎士 兩次的抖內 還有謝謝佩佩 陳佩佩 陳佩佩 謝謝你的抖內 謝謝你 謝謝佩佩 另外還有這個 我看看 玉樹林峰 謝謝玉樹林峰 跟我一樣 謝謝林峰 玉樹林峰的抖內 還有美玉 謝謝你的抖內 另外還有這個 雍貝 這個香港的朋友 這個 YUNBAI 謝謝你 他說請單身廣喝咖啡 謝謝你 常常說出我們想說的話 謝謝你喔 然後另外還有誰 我看看 飛虎齊 哇這名字好 飛虎大哥 飛虎齊 謝謝你的抖內 名騎士又抖內了 還有這位應該是唐俊信嗎 俊信嗎 這個 JUNSIN 謝謝你的抖內 謝謝俊信 我不曉得這樣翻譯對不對 感謝你 感謝你 還要謝謝這個WG 說支持正常發揮的主持人嘉賓 很優質的節目 希望繼續加油 謝謝謝謝 謝謝WG 感謝你喔 謝謝你 來我們趕快往下看 把時間交給惠仁哥 來 都已經告訴你了 不要打仗不要打仗 但美國就是要搞 而且我跟各位說啦 要你當炮灰越來越清楚了啦 來啦 這是誰 美國智庫主席薛瑞福 這個問 這個問惠仁哥都對 他最熟啦 薛瑞福他最熟啦 他說什麼 中國持續脅迫 試圖顧慮台灣 並傳達台灣沒希望 不能認為 美國是可靠夥伴的這種訊息 所以台美應該合作 反制台灣 是可以防衛的 即使損失慘重 也有辦法取勝 對 台灣損失 再怎麼死 只要撐下去 都能贏 然後拜登現在 吃人不獨骨頭 真相都被發現了啦 這是美國西太平洋交流基金會的網站 他錄音檔披露 為什麼要關注台灣學人計畫 為什麼 來 因為這支錄音檔喔 美國官員希望 學習中文 真正深入了解 而且要主導台灣 還要要求台灣為這個計畫出錢 美國拿情報 主導台灣 派官員來 介入台灣的內政 還要台灣出錢 養他們 各位這是錄音檔 千真萬確 不是什麼中國黑客所幹的事情 來慧哥 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學人計畫 是寫在國防授權法裡面 對 那美國的國防授權法 通常都是唬爛的 之前就跟各位講過了 你去查 這個如果你要查 我上次給你看2022的 改天我們可以從2021 一路再回去看 看看他國防授權法講的 而且這可能是這個 Sense of Congress 這個可能是國會意見 就是我建議 我們國會建議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也不見得會做 這我就不談 禮拜二 我問單身廣的問題 單身廣說 慧哥我下節目再告訴你 他下節目真的有告訴我 我是不是跟你說 但是因為沒有他的同意 所以我就不能講 你們如果想要知道 就問單身廣 那因為這個禮拜二 我沒有遇到楊老師 蔡委員跟這個小滿 我禮拜二的問題是說 如果2024 是走馬英九路線的人 當選總統的話 兩岸回得去嗎 那可不可以共機不要再來 所以單身廣說 我們在討論這種題目的時候 我是覺得你要給一個尊重 以後我們就蹲著談 我們應該蹲著談 人家蹲著在研究兵役 我們坐著談 對不對 我們要給蔡總統一個尊重 這個是我們國防部 例行公布的這種 所謂防空識別區 斜八段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已經到安徽了 這個最上面已經到安徽 浙江去了 你說現在的這個狀況 我們這個防空識別區 跨這麼遠到底是 是意義在哪裡 那當然我的建議 比如說假設我們的雷達 偵測到假設 偵測到100架共機 我們公佈80架 那第二天假設 我們又偵測到100架共機 我們公佈120架 7敵啊 對 我們怎麼會 什麼你要公佈什麼 我就公佈什麼 那你剛剛講的這個人 我也有特別準備 我跟單身廣告是沒有套招 這個 這個我們蔡總統要接見 接見一個美國智庫 這個薛瑞福 他是什麼角色 他的老闆叫做阿米塔吉 哎呀 他講什麼 中國軍演台海 越過中線挑戰困難 然後呢 但是蔡總統證明自己完全有能力 保護台灣的主權跟國家利益 什麼 這個難怪蔡總統要接見他 就是我跟剛剛跟你講說這個博明一樣 你要講蔡總統喜歡聽的話 蔡總統證明自己有能力 可以保護台灣 這才是這麼敢 薛瑞福是什麼角色 他就是軍工複合體的其中一個 是啦 對不對 他跟阿米塔吉 阿米塔吉是什麼角色 以及幫軍火商的前客 這種人我們是奉為上兵 2049你聽這個名字很奇怪 他就是一個智庫 就是類似公關公司這樣的 就跟CSIS有什麼不一樣 楊永明老師是以前馬總統的 國家安全會議的副秘書長 真正的兵推會公布嗎 真正的兵推有人在公布嗎 會公布給你看的就不是兵推 我要讓你知道 他那個 但管我的結論 這個也是認知作戰的一種 是 沒錯 我就是放這些下去 你看他好可怕 真正的兵推 他是不會告訴你 真的 哇塞 沒想到這個博明的良心 要遮一下 剛剛薛瑞福講那個 薛瑞福良心更大 我看我們要塞更多鈔票 才能遮住瑞福的良心 瑞福這個盆滿駁滿 來蕭美 其實有沒有發現 可不可以發現殲20 其實有 低頻長坡雷達可以發現 可是它的解析度跟周轉率 其實沒有那麼快 更新率沒有那麼快 所以大家都用 甚高頻的短坡雷達 像台灣的那些防空陣地都是 那有什麼差別 就算我第一瓶長坡雷達發現了 不好意思 我正高頻短坡雷達的陣地不能用 所以我看得到你 可是我飛達不能打你 打不到 真的啊 對 他是這樣分的 所以就算看得到也打不到 台灣防空陣地也不能打 所以美國才會用空中預警機 在天空做輔助 用飛機雷達看到 通知地面去打 原來是這樣 有做功課是不是 剛吵一下 剛吵一下 好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抖內跟支持 我們今天先好三萬人 晚安 拜拜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我會覺得是很小的 好嗎 很快 你會想說 你不想說